目前台東的雙軌鐵路電氣化如火如土整建中 也規劃出屬於台東的雙鐵計畫 不僅由鐵路運輸帶來外地遊客 也規劃鐵馬漫遊台東美麗風景 立委 奈坤成 3月23日特別會同 鐵路局局長范子谷及台東副縣長張基毅 自泰馬里西河案會看整建季度 今天我們邀請鐵路局的范子谷 武漢局長還有縣政府的縣長副縣長都親自到縣長門 從鐵馬里一直到台東車站來做縣長會看跟討論 因為我們現在台鐵局在東縣這邊有很多重大工程 都如火如火在進行 包括說我們的鐵路電氣化的問題 包括新車站運動還有我們鐵馬里西橋的一個新建改建的一個工程 那這些工程其實都很多需要地方政府的一個配合跟協調 那我們特別今天邀請他們來當面去看一下 把一些相關的溝通的一個平台介面整合起來 讓這些工程可以很順遂的來推動看能不能提早來完成 然後提供大家一個更高品質 而且更安全舒適的一個鐵路行車的一個環境 由正式會刊指出 政府及承包工程單位建立統一窗口 有必要先行工程 不必送文案等審核 直接由溝通平台作為反應 致整合執行 縮短行政速度及工程進度 以最有效的發揮給工程單位的支持 東台新聞杜志根報導 有機制的 有機制的 那些影响 有機制的 非常好 有機制的